家族荣耀之继承者第17集剧评 梁敬奇未查身世,偷偷验凌峰DNA 剧评一千字 第一部分 家族荣耀之继承者 第17集开始的时候 二是祖罗子义跑过来去找梁敬奇 为什么要找梁敬奇呢? 因为他不想放弃这个荣皇富贵 经典台词就是 我是邱家唯一的男孙 我是邱家集团的继承人 而梁敬奇告诉罗子义 他们两个人都不是邱家的血 都是妈妈在外面乱搞 不知道什么男人生的 这个打击对罗子义是非常大的 要知道罗子义一心觉得 这个集团这么大的集团 财富未来都是他的 可现在呢? 如果这个秘密被一个人知道了 就会有更多的人知道 而他觉得梁敬奇是那么的大嘴巴 指不定哪一天就会全世界都知道这件事了 当然 最大的受害者是罗家梁了 因为罗家梁被戴绿帽几十年了 而没想到最心机的 是看上去最语事无争的小妈 居然一个秘密可以隐瞒三十年之久 但是吧 明明这个男人是吴戴绒 小妈还是继续撒谎说 人死了 为什么呢? 跟罗子义一样 为了荣华富贵 你想想 当你说出真相 几十亿 衣食无忧的生活 还有刘江的遗产都复制东流 马上一夜之间变成普通老百姓 这种含着金钥匙出生的人 怎么可能受得了呢? 自然人性的弱点中 为了富贵荣华 就会一直欺满下去 第二部分 另一半剧情是 蛇诗曼从秋氏集团出来 全心全意地搞自己的钻石商场 并且租好商务办公楼 也托凌峰找一个法律顾问 凌峰这次为了补偿蛇诗曼 代替自己同父异母的弟弟罗子义 做牢这件事 所以主动毛遂自检 自己做蛇诗曼这个小公司的法律顾问 对于蛇诗曼来说 他当然很开心了 因为自己心爱的男人 愿意主动帮自己 而且不介意自己做过牢这件事 但蛇诗曼如果后续知道 或者发现凌峰其实是在补偿 在替自己爸爸和弟弟赎罪 还会感动吗 毕竟罗子义处处针对蛇诗曼 就连刘江的同项节目仪式 罗家良和罗子义就以蛇诗曼坐过牢 担心媒体会问长问短 影响邱家声誉 其实这个是不对的 而刘三好蛇诗曼却觉得 他们说的也没错 就是太烂好人了 第三部分 梁静奇这集还意外地发现 吴代荣以前是羽毛球教练 而且还是个很厉害的教练 在一群吴代荣就学生口中 都知吴代荣以前的羽毛球队的的名字后 意识到吴代荣才是自己真正的亲生父亲 你看小妈是个心机女吧 一个谎话去盖一个谎话 于是梁静奇去问 之前问过的照片里的其中一位 果然是吴代荣 话说这里用的拍摄 剪辑手法确实不错 把梁静奇的那种无奈 难过都用镜头语言表现了出来 结尾的话 这集梁静奇为了求证 自己和吴代荣的关系 偷偷潜入凌峰家中 拿走了凌峰的牙刷 把这些东西去验DNA 凌峰一直以来是梁静奇喜欢的男人 或许这样说 梁静奇本来谁都不信了 凌峰是他生命的最后的救命稻草了 而拿到DNA后 发现自己和凌峰居然是亲兄妹 你说他怎么能接受这样的事实 另一遍就是前几集 罗家良派人调查陈静 这集有了结果 而且 陈静的父母和罗家良年轻时候犯的错有关 许少雄和罗家良在之后的剧情里兄弟决裂 看来也是必然要发展的剧情了 3 4 5 感谢观看